我們看立體 他說一個沒有內電阻的電池 電動式是1.5噶 外接一個電阻是1.5噶 問外回路的電流為何 那外回路的電流I 就等於H0除以R 因為這兩端的電位降了就等H0 H0除以R 所以這樣多少呢 這是1.5除以1.5 所以應該是1.5噶 他說 今以電阻為0.1噶的這個安培劑 測量回路上的電流 就是說現在有個安培劑 這個是等於0.1噶 測量回路上的電流 問安培劑測測的多少電流 那麼安培劑測的電流 I-Plan 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總的電位降 從這裡到這裡電位降就是1.5噶 H0除以多少呢 除以總電阻 我就是R 加上那個R1 所以點多少 H0是1.5 R的話是1.5 加上0.1 所以是1.5 除以1.6 那算出來大概多少呢 1.5啦 除以1.6 等於0點多少 0.9375 大概是0.94 所以這個時候電流 比沒有加減減劑的時候 它要稍微小一點點 0.94 是1.6